用专一脸光看电影 拒绝过度娱乐化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何之电影 2003年非典期间 张于平和职儿张军 开着大货车 在东江接受检查时 被警察抓获 接下来 就是没日没夜的审讯 他们受不了了 只好招任 之后检方提起公诉 2003年5月18日晚 被告张军 张云平 驾驶大货车 前往上海送货途中 搭载了被害人王梅 并将王梅强奸杀害 抛尸水区 负责辩护的王律师 提出质疑 王梅之家凤中残留DNA 并未跟被告DNA进行比对 但检方认为 王梅生前在理发店 负责洗头 其尸体被发现前 曾在水锅里浸泡一夜 被告DNA 很可能被水流冲走 留下的 只是发廊顾客的DNA 一审结束 法院宣判 张军犯强奸罪 判处死刑 张云平犯强奸罪 判处无期徒刑 被告不服 提出上诉 王律师还专门请来 法治教授代理案件 教授在二审中提出 一审全是人证口供 存在自证其罪的问题 若无其他证据 因本着一罪从无的原则 不认定被告有罪 但检方宣索提交了新证据 那是一份 署名人分方的人提供的证词 张军走进监舍那晚 我问他犯了什么罪 他神情自弱地告诉我 他强奸了一个大车的姑娘 却不小心掐死了他 二审结束 法庭宣判 张军犯强奸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张云平犯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是终审判决 此后 张云平怀孕七八个月的老婆 打掉了胎儿 跟张云平离婚 张军的未婚妻也退合了彩礼 张军的父亲张云发 从此卖掉专程 每周都去立案大厅 弃销采料 一心给兄弟和儿子申诉 张云平被关押在 新疆石河子监狱 他是狱里最不服管的犯人 还总说自己没犯罪 这件事 引起了住间检察官 张宏奇的注意 他对张云平进行讯吻 张云平却问 为什么自己 每周三封申诉信记住去 这么长时间了 却一封回信也没有 张宏奇觉得奇怪 他找负责寄信的 梦警官了解过 信以全部寄出 都有登记 但确实没有回信 于是 他决定调阅张云平的卷宗看看 看完卷宗 他又去另一个监狱 找张军了解情况 张军说 都怪他说非要当好人 答了那女的 不然 他们也不会有这事 他没有认罪 监狱里谁敢说他 抢奸犯 他就揍谁 张宏奇又联系了张云发 然后 他找张云平谈话 说到张云平 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 下有才读初一的女儿 如果真的有缘 就该好好配合他 他会继续查下去 张云平激动地站起来 立刻将事情又讲了一遍 他说 5月18号 原本要接王梅的人没来 他就绕道进城 把王梅放下后 再返回高速去上海 张宏奇发现 郑宗里并没有提及 张云平所说的放人这一天 再加上 张云平对判决书中列车的 所有证据 全部予以否认 张宏奇决定 以石赫兹检察院的名义 替张云平 向东江方面提出申诉 但在改判以前 他要求张云平 必须遵守监规纪律 接受管教 张云平当然愿意 此后 他卖力干活 服从管理 过了段时间 因为他表现良好 上面提出帮他进行 但他不接受 他跟张云平说 剪心有啥用 就算把刑剪光了 可却也没脸见人 无论母亲和女儿 能抬头做人 他只有申诉 他依然频繁地寄申诉信 张云平也多次 以检察院的名利 帮他寄申诉资料 甚至还要走了 急要通道 但还是没有回信 有一天 监狱的电视上 播出了对 东江市公安局 余审大队大队长 李海兰的采访 谈的 正是5月18号 被从强奸杀人案 李海兰说 这段时间很辛苦 专案子不眠不休 吃住多了单位 终于在三个月的期限内 把这桩案子 在零口供的情况下 办成了无邪可及的铁案 节目还没播完 张云平也起了要砸电视 遇见拦住他 将他关了禁闭 张宏奇来看他 劝他耐心 声速的路是漫长的 可他的情绪依然低落 好像对初遇都失去了积极性 几天后 放人们外出干活 地点在河边 张云平趁人不备 突然冲到河边跳下去 他想自杀 但狱警救他去了医院 张宏奇来看他 还给他带了抓饭 他这才说 他母亲死了 就因为看了电视 母亲当晚就投合了 之后五年 张宏奇和张云平的 声索还在继续 但依然没有回复的消息 张宏奇电话给东江那边 请求东江方面 看看寄去的材料 但东江那边说 我们东江从没出过铁案 转机出现在无意中 一天 张宏奇在家中看到 包上有篇文章 写的是河南一家六口 灭门案的凶手 马兴被平反了 平反原因在于 有人做伪证被发现 而那个做伪证的人 名叫袁芬芳 袁芬芳在马兴案中的证词是 马兴曾在监设中 神态自若地描述了犯案经过 而袁芬芳在张云平案中的证词是 张军曾在监设中 神态自若地描述了犯案经过 这也太巧了 连措辞都一样 如果两个案子里的袁芬芳 是同一个人 那么张云平案中的证词 也可能是伪造的 张宏奇给河南和东江同事 发了协查函 很快 河南回信了 但信中只有 袁芬芳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东江则依旧没有消息 他只好再去护政科查询 系统显示 全国名叫袁芬芬芳的男性 只有一个 他要来南线袁芬芬芳的照片 再拿去照片去找张军 张军一眼认出 这就是他在东江看守所时的号照 他的认罪书 就是这人拿来让他抄的 他不抄就要挨打 被烟头烫 他手臂上 现在还有当时的汤上 张云发去北京 找一位知名律师帮助打官司 本来谈好代理费20万 可当他卖房子换来20万 律师却又找不着了 他只好打电话请张宏奇帮忙 张宏奇想了想 通过报纸上那篇 马兴案平反的文章作者 联系到了替马兴犯案的 代理律师朱志勇 他想请朱志勇代理张云平安 朱志勇没有直接答复 而是提出先看看材料 他随后联系张云发 告知这个好消息 张云发感激万分 迅速动身 去事务所找朱律师 可朱志勇在郑州出差 张云发不敢耽搁 接着追去郑州 朱志勇是去郑州找马兴 他拿出几张人像 交给马兴辨认 马兴看过照片 迅速指出 其中一张是袁芬芳 袁芬芬的照片 是张宏奇提供的 这也意味着 马兴案和张云平案中 作证的是同一个人 接着 朱志勇再去旅馆见张云发 看完全部资料后 他对张云发说 这个案子我接了 张云发感激地 要把自家做的火腿送给他 他谢绝了 要让张云发回去 先把房子赎回来 同时 把以前的卷宗寄给他 至于钱 以后再说 张云发赶回去 找一审二审时 负责病活的王律师 要来一审二审的 卷宗资料 给朱律师记取 朱志勇整理好资料 来到东江法院 想查查张云平的案子 可结果很奇怪 系统中并没有 此案的登记记录 朱志勇意识到 张云发申诉七年 不论刮风下雨 每周交一次资料 还有张云平每周三封申诉信 连续多年雷打不动 其实全是白费功夫 法院根本没有立案 无奈之下 他只好先去立案大厅申请 他申请的是无罪判定 可工作人员不肯受理 理由是 他提交的资料中 没有新的证据 他很气愤 先前的认罪材料 明显真实性存疑 但他说服不了对方 只好又去了趟郑州找马新 让马新写一份 袁芬芳曾做过伪证的证明 以此作为新的证据 再次向法院提出立案申请 但工作人员依然不本受理 他们坚持认为 这份新证据说明不了什么 顶多能让检察机关 向公安机关提出 补充侦查的要求 这个结果 让朱志勇感到挫满 但不久后 传机又出现了 东江新破了一起 强奸杀人案 张云平在新闻上看到 发现死者双手被绑的方式 跟王梅死尸一样 这起案件中 杀人犯叫胡海锋 是个出租车司机 如果胡海锋的DNA 与王梅指甲缝中 采留脾气的DNA 比对一致的话 张云平就有可能犯案 朱志勇收到张宏奇发来的资料 立刻赶往恋爱大厅 申请将王梅指甲缝中的DNA 与服刑再压人员 胡海锋的DNA进行比对 但工作人员却要求他先提供 王梅这家缝中的DNA 他提供不了 立审时的DNA检测 并未进行任何比对 结果也并未附在军宗里 张宏奇也试图要求法院 提供胡海锋DNA资料 但法院拒绝了 他气得甩了电话 最后 还是朱志勇找到胡海锋的代理律师 这才要来了 胡海锋案的卷宗号等信息 他想看看 卷宗里有没有揭露 胡海锋的DNA 连走时 那位代理律师告诉他 胡海锋的案子 已经向最高院合成死刑了 张宏奇跟张云平的案子 已经八年 下个礼拜他就要退休 退休前 他给张云平做了一次笔录 这份笔录 将会永远保留在 张云平的卷宗里 张云平声劣俱下的 将发生在2003年5月18号的事情 复述了一遍 张宏奇最后对他说 我不是你的直系亲属 我退休以后 也不再是检察官了 所以 今后 我们也见不着了 我们准备的材料 已经很充分了 所以你现在 只需要坚持 和等待 有时候正义 可能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张云平哭了 张宏奇的离开 对他是个巨大的打击 但张宏奇退休后 依然放不下这个案子 连女儿来电话了他也没心思接 他给朱志勇发了条消息 朱律师 我80年建检察院工作 涉及已三十余年 办案千余 张云平是我所欲 唯一一个不减刑的犯人 经手此案已八年 坎坎坷可 我只知减刑 从未想过成败 只因常想到 张云平扩售时的面孔 作为一个法律人 维护法律的尊严 是我们的职子 希望你坚持到底 此后 张云平依然不断接触申诉计 张云发依然不断要求申冤 朱志勇没说张云发一分钱 却依然为犯案奔波 终于有一天 东江市公安局工作人员 在往DNA数据库中 录入网年数据时 意外发现 王梅之家缝中残留DNA 与侯海峰的DNA比重了 张云平暗中出现了新的嫌疑人 东江市公安局 做完正事的DNA鉴定之后 张云发终于等来了法院的通知 他的申诉被受理了 法院决定再审 签字的时候 想到过去种种辛苦和坚持 他忍不住失声痛苦 法院再审后宣判 撤销原判 原审被告人张军无罪 原审被告人张云平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张云平和张军被无罪释放 但多年过去 张军的未婚妻早已结婚生子 张云平决定给母亲立个杯 再给前妻寄一封无罪判决书 好让前妻能抬头做人 聊几十年前开大货车的往事 张军说 我这辈子 再也不会开车了 一辆轻的大货车跑在大路上 路边有个女人招手搭车 大货车明明已经开过了 却又停下来 倒车开回女人面前 张云平书只打开车门 招呼女人搭车 张宏齐去黄山旅游时 中途离队 下山叫了辆出租车 开到一条水区边 这是十年前那起凶暗的抛尸现场 他仔细看了看 再乘出租车离开 两条并行的大路上 出租车和大货车各站一边 过去已尘埃落定 他们各自奔向各自的前方 这是2016年上映的国产电影 《无罪》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片中张宏齐的原型 为新疆时刻则是检察院检察官张彪 这是一个令人愤怒又心酸的故事 即使蒙冤售集的张室书职最终被无罪释放 但失去的已然失去 改变的也永远改变 沉冤昭雪的结果并未让人感觉鼓舞 因为百姓期望的不仅仅是好人被平反 更是失职者被严查 如果没有DNA信息系统的建立 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 张室书职的方案进展 很有可能会在更长的事件里 依然停留在原地打转 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始终得不到暴露 改变就永远不会到来 这种在程序范围内依靠人力 怎么也无法推进事件发展的状况 才是真的让人无力又心酸 公信力的建立 不能只靠少数追求真相的人的顽强坚持 这还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来报价呼喊 所幸的是 在张室书职案平反以后 2013年9月6日至2015年3月19日期间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央政法委及公安部相继出台了 关于健力健全防范冤假错案的纠错机制和指导意见 进步的每一小步背后 都有一些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张室书职重新开启大火车 并不改初心地保留了心底的善良 这样的结局 更像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善良会让世界变得更好 但人们需要看到的 不仅仅是善良的美好 还有对作恶者的惩罚 以及对付出代价的补偿 最终 我们不仅要看到无罪 还要认清有罪 冤情昭雪的同时 绝不能少了坏人浮发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